台湾封城泌尿学会 关心凉 好 谢谢理事长 也谢谢各位民众 这么一大早就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那今天第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 就是刚刚副理事长提到的三大癌症的第一 三大癌症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它并不是排名第一就是最长线的 但是它可怕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题目已经有列出来 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那为什么是不定时炸弹 那因为它早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胜传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议程上面 就是我们有列出几个问题 那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议题 那第一个我们要为大家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症状也会长癌症 那我们人体的器官就是 有几个器官它是属于实质器官 就是它不是空腔的 譬如说如果说是肠胃道 它是有空腔的 那实质的器官就像是肝脏或是肺脏 那肾脏当然也包含就是也算是一种实质的器官 所以就如同肝脏会长肝癌 肺脏会长肺癌一样 那肾脏也会长出肾脏癌 那肾脏癌的话 我们可以粗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叫做肾食值 长出的癌症 那什么叫肾食值呢 我们如果去吃那个热草 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麻油腰质 那我们吃的麻油腰质 其实就是吃肾食值 肾脏的肉 那肾脏的肉长出来的癌症 它就类似这样子 就是从肉里面长出来的 那第二大类叫做肾鱼癌 那所谓肾鱼的话 我们蜜尿科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肾尿系统 就是肾脏的肉它会过滤血液 然后形成尿液 然后形成尿液之后 它就会从肾鱼输尿管 那一直排下去旁观 那所以说如果是从肾鱼长出来的 类似我们这个图示这边 这样的 这个就称为肾鱼癌 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署 它每一年都会去针对各种不同的癌症 有一些癌症根系的一个年报 那这边显示出来是去年底 去年底发布最新的一个癌症根系年报 它是104年的癌症根系年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肾脏癌 这边所谓的肾脏癌的话 是肾食指长出来的 大概是一年里面 总共有1300多个被诊断 那我们可以看到男女的比例的话 男生比较多 大概是2比1 所以这个肾脏癌的话 肾食指长出来的肾脏癌 是大概1300多个 那第二大类的肾鱼癌的话 就数量也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癌症根系 它显示104年的总共1500多个 就是新诊断 但是这些不是全部都是肾鱼癌 它还有包含输尿管癌 那有关于肾鱼癌跟输尿管癌的话 我们下午的场次 有另外一场会为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最主要还是要为大家介绍 那个肾食指长出来的肾脏癌 那肾食指长出来的肾脏癌的话 最常见的细胞形态 是一种叫做肾细胞癌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男生被诊断肾脏癌 大概94% 94%都是属于肾脏癌 那女生也差不多 女生大概是90%左右 那这些肾脏癌的病人 他后来接受的治疗 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部分 大概八成都是接受手术治疗 那排名第二的是一种叫做标靶治疗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接下来的主题都会为大家报告 那第二个题目就是 肾脏癌它会有哪一些初级的症状 那如何诊断呢 那就如同我们那个题目讲的 因为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就表示说它初情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最主要要靠一些影像学的一些检查 比如说腹部超音波拉 或是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共振等意外发现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 很多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腹痛 或是说其他科的问题 然后去接受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 意外发现的一个伸张状流 那当然也有一些病患 小部分的病患 他是做高阶的健检 就是花了好几万块 去做一个全身的健检 然后做电脑断层的时候 才意外发现说有肾脏肿瘤 那但是做长远波的时候 或是做电脑断层的肢共振 我们如果发现肾脏肿瘤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一定是恶性的 它也有可能是良性的 那在肾脏的良性的肿瘤 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 血管肌肉脂肪瘤 AML 那我们病床上面 就是病人听到这么长的名字 会就是很难记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简单的讲说 这个就是血管瘤 肾脏血管瘤 那如果说是肾脏癌 它晚期的症状的话 它就会有以下症状 第一个就是血尿 有时候如果肿瘤长得太大的话 它会吃进去肾瘤里面 那这样就会从肾瘤、塑尿管、膀胱 这样子 就是血液会从这个途径排出来 所以小便的时候就会看到红红的 那另外有一些肾脏肿瘤很大的话 它会引起腰痛 或是说比较瘦的病患 它从肚子我们就可以摸到一个肿块 还有肾脏癌 这个癌症它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有可能会分泌一些内分泌的物质 所以会造成血球增生 或是一些高血钙症、高血药等等的症状 那另外这是肾脏癌最常转移的两个部位 一个是骨头、一个是肺部 所以如果说病患已经到转移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呼吸不顺、咳嗽、骨头痛等等 第三个,哪一些人是高危险虚 那这个肾脏癌它致病的原因 可以分成是遗传性或是偶发性的 那有一些很罕见的遗传性的疾病 它有可能会导致整个家族里面 好几个就是好几个成员都有肾脏来 被发现肾脏来 那最常见的是两个遗传性疾病 一个叫Bom-Hippo-Lindal Disease 另外一个是这个 那还好 因为这两个疾病在东方人 特别在台湾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少看到 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大部分就是偶发性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我们找不出非常特别的原因 那我发现的有哪一些有哪一些危险因子呢 第一个就是尿毒症的病患 尿毒症的病患 它已经通常都是已经有两边的肾脏萎缩 那肾脏萎缩的时候 常常会就会长出肾脏的囊种水泡 两边的肾脏会长好多的囊种 那我们的教科书上面就会写说 这些尿毒症的病患 如果有合并两边的肾脏囊种的话 它产生肾细胞癌 它的几率大概是超过30倍 那另外一些致癌物 第一个抽烟 抽烟在人体来讲 很多的器官很多的系统 都是一个致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在生细胞癌的话 大概是大于两倍的风险 那另外有一些食棉 或是有激荣性 或是一个重金属叫割 有一阵子在台湾常常在 就是很常吵的一个议题 就是有割米 就是重金属污染的这个米 那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因子 那第四个 诊断需要做肾脏切片吗 那如果说做肾脏切片 会不会增加转移的机会 那一般来讲 如果说我们在 临床上面用超音波 发现一个肾脏腫瘤 那我们高度怀疑 它是癌症的话 那通常我们会进一步做一个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工程 那假设说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工程 看起来 我们也是更确定 或是更高度的怀疑是肾脏癌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到之前 不一定要做切片 那如果说病患 它检查结果 它已经是晚息了肾脏癌 比如说它已经转移到骨头 或是肺部 就会有好几个转移的肿瘤 或是说年纪太大 身体状况不适合手术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做肾脏切片 确定 如果确定是恶性肿瘤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新的治疗 叫做标靶治疗 那另外有小部分的肾脏癌 它有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 叫做淋巴癌 这个淋巴癌的特性 就是它除了肾脏癌之外 它在肾脏周边 它会有很多肿大的淋巴结 那另外病患可能会有 体重变轻 或是发烧等等的症状 那因为这个淋巴癌 它做化疗 化学治疗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也不一定要开刀 我们可以考虑做肾脏切片完之后 确定是淋巴癌 就开始做化学治疗 那另外 到底做切片的话 会不会本来没有转移 然后切片完之后变转移 那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说 用超音波或是电脑 断层定位 我们去做细针穿式 就是扎一根针进去那个肿瘤 然后拿一些组织出来做化验 会增加转移的机会 那既然是这样 它不会增加转移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每一个病患 都去做切片 那第一个做切片 病患会觉得不舒服 那第二个 其实切片我们比较怕的 是它有可能会 会产生一种叫做尾阴性 尾就是虚尾的尾 就是我们检查出来是阴性的 没有癌症 没有癌细胞 但是其实它是假的 就表示说 它其实是有癌细胞在这个肿瘤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切到正确的位置 没有切到正确的位置 那 那这个听起来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不煞煞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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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那我们待会中了头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 好 那第五个 肾脏超音波 电脑断层 合脂共振的角色 又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要检查 是不是有肾脏的肿瘤 或是肾脏癌的话 做肾脏超音波 是筛检 肾脏癌最简单的一个解密工具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缺点 就是如果太小的肿瘤 现在文献是 就是说大概小于3公分的肿瘤 不一定会发现 但是也有人会发现 那各位会觉得说 哇那长到3公分的还没有发现 这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在肾脏癌的话 小于4公分 都算是很出奇很出奇 那待会儿就是有关于开刀的部分 那个 蔡主任还会跟大家介绍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高阶的线检 它常常套餐里面会有包含 腹部电脑断层 甚至于说一个腹部的核脂共振 那这个也可以考虑做一个筛检的工具 那一般来讲做电脑断层 或是核脂共振 它去侦测到底有没有肾脏癌 它的敏感度 就是它发 就是说发现的机会会比 一定会比肾脏超一波还要好 那至于说做电脑断层 还是核脂共振 到底哪一个好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微的 就是他们两个PK的话 各有优缺点 那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不在这边做解释 如果大家还是有疑问 那我们待会再进步讨论 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在临床诊断上面 我们高度怀疑 高度怀疑病患是有一个肾上癌的话 那通常我们在开刀 或是说做进一步的治疗之前 我们通常一定会做腹部电脑断层或是核实动症 来做癌症的分歧 所以最主要是要看 这个癌细胞 有没有转移到淋发结 或是转移到肺部 甚至转移到骨头等等 那最后我为大家讲如何保养如何预防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大部分的肾障癌在台湾发现 其实都是偶发性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远离一些致癌物 那这个抽烟是很确定的一个 很确定的一个危险因子 所以抽烟包含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 尽量都不要接触到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致癌物 食棉或是嗝等等 就是尽量原毒 那第三个就是健康的生活心态 这个针对人体其他的癌症 预防方式都一样 那这个也不在这边特别讨论 那第四个 定期的超音波检查 腹部或是腹部超音波检查 或是肾脏超音波检查 那至于要不要说 隔个几年去做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动症 那如果说心肺方面许可的话 当然可以考虑 那但是也不一定要 就是做超音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塞击的方式 那以上就是 台湾风尘蜜尿学会 观星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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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